正常身体都是会正常排汗的天气热或机体紧张都是会出现出汗的现象 那么身体各部位的汗可知道 前胸总是出汗 心虚 如果平时前胸总是出汗 就表示你的心虚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 需要补心气 补心用莲子 补气用糯米 用莲子和糯米一起熬粥喝 既补心气又补肾气 手脚心爱出汗 心肺功能比较弱 有人其他地方不太爱出汗 一出汗 就出在手心 脚心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一般是心肺功能出现障碍后导致的问题 首先 这人的肺里应该有寒 而且是成年的饥寒 这种成年的饥寒被关在肺里 导致出汗的功能出现障碍 所以 身体别的部位就不容易出汗 其次 这人心脏功能可能还比较弱 心脏功能弱 肺里又有积寒 那么 就会导致其他部位的汗排不出来 因此 汗只能从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手心和脚心出来 这种情况 往往是小时候开始并长期积累形成的 不容易转变 只有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调理 才会起到缓解的作用 额头出汗 肝羊上抗 如果额头常常出很多汗 可能是肝羊上抗引起的 建议 平时尽量保持心境平和 少生气 要保证充足睡眠 否则容易导致阴虚 肝羊上抗 每天冲泡枸杞茶饮用 有瓶肝功效 鼻子出汗 肺气不足 如果平时鼻子总出汗 说明肺气不足 需要调理补气 这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需要提升免疫力 肺气不足主要是因为其天生体质虚弱造成 没事的时候用双手敲打双臂 并按压双臂的左右内侧 因为这是人体肺筋分布的部位 通过敲打刺激 可起到调理肺筋的作用 既能按摩劳累了一天的双臂 也能提高免疫力 颈部出汗 内分泌失调 颈部汗线分布稀少 所以很少有人颈部会出汗 如果你的脖子常常出汗 可能与你内分泌失调有关 建议 最好去医院接受全面激素检查 平时调节内分泌主要从饮食 运动上入手 必要时服以药物治疗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多吃新鲜果蔬 高蛋白类的食物 多喝水 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同时多参加各种运动锻炼 加强体质 还要有科学的生活规律 不要经常熬夜 汗多是不好的哦 汗出多了人就会虚 越虚人会越疲惫 汗多的朋友要多注意了 好 融化 小 是